原标题,上千盘军躲入地洞伏击俄军,俄盆火坦克出动,一个个火球打进洞穴。 近日,俄罗斯设立在续利亚的机构许利亚和解中心负责人表示,法国和比利时特种战人员,已经进入续利亚武装组织控制区伊德利不少。 这些来自法国特勤局的人员,参加了续利亚武装组织解放阵线、荣耀军和守护者组织的会议。 俄罗斯情报人员认为,他们是来策划新的化武攻击事件,再将嫁祸给续利亚军队和俄罗斯军队。 现在续利亚武装组织,已经被续军压缩在很小的范围内,一能嫁祸成功,就可以让西方军队得到军事支持的借口。 俄罗斯情报人员称,在法国特种战人员指挥下,含有化学武器的容器,已经从萨格勤武镇,这一制伊德利不胜的汉线红镇,麦拉,过拉玛镇和泽塔春等待合适的时机。 在哈马,续军击落了一架续利亚武装组织的无人机,同时对哈马被护到塔尔萨西尔,贾萨特镇发动进攻。 同时,在这里遭到了续利亚武装组织的猛烈抵抗。 特别是在沙里亚镇内一千多名续利亚武装组织成员拒绝投降,也必在地道里继续完抗。 由于地道复杂曲折,如果步兵进入地道会非常危险。 因此,续利亚工兵,首先对沙里亚镇内外埋藏的爆炸物,进行仔细清理。 随后出动步兵战车和装甲车掩护挖水机,在地面进行挖掘,挖开地道。 随后,俄军TOS-1吞火坦克随后出动,进武器系统为二。 4管220毫米火箭发射器,分三层排列,各装纵火弹头和空气燃烧弹头,也就是温压弹。 俄军TOS-1吞火坦克,对发现的地道进行攻击,驱逐隐藏在里面的续利亚武装组织成员逃到地面,使军不炮兵再在意见面。 此外,市军还对南部地区苏伟达沙漠地形洞穴当中,隐藏的续利亚武装组织进行大面积清剿。 这里隐藏的续利亚武装组织,正在对周围城镇,还有真实目标进行批凡的袭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